我们再聊一聊 另外一个小的知识点 这种知识点就是对大量的数据内容 不管它是文本的也好 还是文本加数字的也好 可能会比较复杂的这种单元隔离的内容 如果我们遇到非常海量的这种数据量的时候 我们需要对它进行批量的处理 我们有没有什么特别高效的方式 那么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样的一个叫做 Flashfield这样一个智能填充 这种智能填充可能有一些朋友之前是有听说过的 甚至说还有朋友在工作中其实已经使用过 但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 对于这种智能填充的一种使用思维的一种拓散 究竟它能帮助我们在何种情况下解决何种问题 那么第一种情形呢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手里边有大量的数据 就是我们员工的这样一个名字和他的employee ID和他的员工号 在一起混编的这样一种情形数据我们拿到手了 那往往我们公司管理人都是用ADP啊或者是用SAP啊 有各种各样的数据库管理的这样一种软件和系统 对吧 那么我们在去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 我们经常是从系统里把它download下来 如果你公司比较大数据量比较多 你就会发现有特别多的行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数据库里的这种数据并不是我们想要的一种格式 比方说他默认的会把名字和这个employee ID放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只想提取这里边的employee ID 我不想看他的名字 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你的supervisor走过来说 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邮件 我麻烦你把里边的每一个同事的名字和他的employee ID给我拆分一下 有的朋友我知道你现在脑子里正在想什么 啊这种事情我又不是没做过 你看我可以用这种文本函数 我可以用left mid或者是right来去指定我要取的这样一个字符的位置 然后取多少位的这样一个字符的长度 从而把这个文本内容和我的字符内容给给它分割开 对不对 嗯 其实你这个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 这种方式是不太能解决这种问题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用left right和mid的话 你一定指定它取直的固定的位置和固定的长度 对吧 不管从左往右还是从右往左还是从中间开始 看看我们这样的一个具体的情形 比如说我们在第三行 那这个名字后面跟的employee ID是多少 是3817几位数 四位数 对吧 下面的这个同事的名字 后面跟的employee ID 10453多少数 五位数 所以说你想用left去四位或者是五位 你就没办法去给它写一个公式往下移拽了 因为它长度不一样嘛 对吧 写短了你就会带一个letter进去 那么写长了的话呢 写长的话会带letter进去 写短了的话我们会遗漏字符 对吧 遗漏一个数字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它就不太好用了 函数不是最佳方案 OK那么用什么其他的方法 我们真正做到可以高效的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推荐大家像我这么做 使用我们的flash fill 这样一个智能填充一种方式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处理 那么我们要做的第一点呢 就是说在旁边 我们不是要把所有的数字都拆分出来吗 那么我们就在旁边做一个辅助列 在旁边是这个辅助列是要放我们拆分出来的 所有的数字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然后我们在第一个单元格顶头的这个位置上呢 我们把里边这个数值直接取出来 它是3817对吧 那我们就敲一个3817在这块 这个时候呢 Excel会做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判断 当我在它紧挨着的右侧这个column里面 做了3817之后呢 选定第一个单元格 然后我们拖拽到这个所有要加工的数据的对比 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操作 就是control加上E 大家看一下 control加上E之后呢 它有样学样的 你第一个单元格不是把里面所有的数字提炼出来了吗 control加上E之后呢 我把你刚才选取的全部范围之内 按照同样的一个操作思路 给它一秒钟提取了所有里面的数值 那不管你这样的一个内容的提取是几十行几百行几千行还是几万行甚至十几万行 你真真正正可以用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快捷键 在几秒钟之内就完成一个内容的提炼 那这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情形 如果在实际工作中你的employed ID可能 我公司历史比较长可能从三位的到四位的到五位到六位都有对吧 真正你用函数法真的很难去解决问题 但是用controlE就是一秒钟的事情 不管它的数据量有多大 这是对我们的flashfield control加E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应用 同样我提取数值也好 其实你还可以提取它的名字 你只需要把这个名字在这里面敲一遍 然后从头选到尾control加E一秒钟 把里面所有的文本提炼出来 对吧 第二种情形 我们对control加E的第二种用法 就是我们有了名字 有了employed ID 我们想把这两个独立的列给它组合在一起 怎么做 道理是一样的 我们只需要在前一两个单元格里边 把左边内容和右边内容按照你想要的格式 给它组合在一起 然后呢 把你组合完的这个结果选中了之后呢 通过我们的鼠标拖拽 按住sheet的键选到最底 它已经全部高亮显示之后呢 我们按一下control加E 你看 左边的这两列名字和employed ID分别的数据 在一秒钟之内就迅速的被合并在一起了 对吧 这样的操作特别特别高效 不要非常辛苦的用手一点点的去给我们敲在一起 这样太浪费时间 那除了这种组合呢 我们还有其他的思路 比方说 我左边有大量的这样一些内容 但是我对里边内容想进行一个批档的替换 比如说我的公司A company B company C company 我不喜欢这个名称 我不喜欢用company 我想把它替态一下 那在我们实际工作中 我们要替换可能是一个产品的描述啊 可能是一个地址的一个更改啊 或者是某些内容的一个批档的修改 对吧 这都是跟我们实际工作呢 其实相关很紧密的这种工作情形 那你要做的事情 其实你就是把左边的内容完整的敲在它的右边 然后把里面要修改的内容修改好 接下来呢 同样的操作 选到底之后 准求加异 你会发现左边所有的company 都有样学样的被替换成了plant 但是左边单格 其他的内容有没有发生变更啊 并没有 对吧 Excel非常聪明的 知道你想要做的操作是什么 他知道左边单格和右边单格分析对比之后 他们的差异点在哪里 他可以迅速的帮你完成大量的工作内容替换 那包括我们的一些内容的顺序的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的project 和他的description和的这个project code 和我的整个customer的name 中间你想做一个顺序的置换 你发现一个人做的表格是顺序是ABC 另外一个人做的是BCA 那么其实他们做的是同件事情 但两个人用了不同的方式去设计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名称的一个不同的一个mapping 对吧 你要把他们统一起来然后做一个合并 这也是我们工作中经常用到的事情对吧 你要的内容都一样 但是人家没按同样的规定的顺序去把它发挥给你怎么办 你只需要借助我们的control加E 把你想要去调整的这样一个顺序 原封不变的敲在你的右侧 control加E一直到底 那么你想怎么去调整这些内容之间的排队顺序 他都可以一秒钟之内帮你搞定 接下来再给大家讲最后一个control加E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而且是可以说玩出比较花的一种应用 就是做我们的稳稳的一个数据计算 比如说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的一个费用报告 那么每一天 比如说这一天的话 那么我们拆旅费花了260刀 酒店800刀 然后餐饮300刀 每一天大家都在记录 这样的一些费用的发生 对吧 全都是文本加上金额 这样一个内容的一个组合 但是你的领导走过来说 现在这个报告在我手里 我需要你帮我计算 加总一下这些天 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费用的一个总计 是多少 那很多朋友拿到了这样的一个数据之后 像左边那个数据 就会很头痛是吧 所有的数字和这些文本都是混在一起的 而我要进行计算的话呢 我只能针对数值进行计算 对吧 公式它不可能对我的travel 对我的hotel 对我的taxi进行价点成熟 这个东西理论上是绝对不可行的 但是凡事不绝对 如果你ensile用的好的话 其实是可以的 那怎么可以呢 我们还是要接触Ctrl加E 配合我们的replace Ctrl加E呢 是这样的 大家看一下 有什么规则 travel文本加个金额 逗号这个类别就结束了 然后逗号后来是新的一个费用类别 文本加上金额 再逗号结束 再文本加金额 有没有规律 它不是八乱无掌的 对吧 它一定是用个高一点符号 把每一项的支出和金额给它分开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切入点 我刚才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不是说我们可以对内容进行替换吗 我们就用同样的一个逻辑来去替换一下 怎么替换呢 所有的数字保留不变 我们用A来代替 第一个数据前面的文本内容 用加号代替我们第二个费用前面文本内容 用第三个 用接下来这个加号 第二个加号来代表我们第三项前面的文本内容 后面跟着都是我们原始的数据不动 然后 我们还玩同样的这样一个快捷键 用我们的Ctrl加E 大家有看到我们快速的就完成了这样一个替代 对吧 完成这个替代之后 我们得到效果是什么呢 第一个数字前面是A 后边的每个数字前面都是一个加号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计算 要计算怎么进行了 非常简单 后边都已经用加号把每个数字连在一起了 那我们前面是不是直接用Ctrl加F 这样一个查询 查询到什么呢 查询到所有的A replace by what 我们的等号 然后点一下replace all OK 我们就迅速的完成了左边的文本加数字的这样一些比较混杂的内容的一个数字值的提炼 并且计算完毕 所以说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支持点 Ctrl加E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flash view 如果你掌握的熟练 如果你真正的能做到举一反三的灵魂应用之后呢 你看看在实际工作中 它能帮助我们解决多少样的一个问题 很多问题在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快捷键去处理之前 我们真的是要耗费大量大量的一个时间 甚至说像这种文本和数字混合的提取和计算 在很多职场人的眼睛里面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大家应该觉得特别开心 今天晚上我们没有花时间去看电视 今天晚上我们坐在电脑前面一起来学习我们的excel职场应用 我们知道 不但是可能的 而且是非常简单的 对吧 以后我们遇到相应的这样的一种情形的话 我们就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Ctrl加E 快速的就可以完成 那么有的同学可能心里会画个问号 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到Ctrl加E这样一个快捷键 之前我怎么不知道excel这样一个功能 其实这都是excel的一个基本功能 它在哪里啊 它并没有隐藏起来 如果说大家走到data这个一个tab里边呢 我们是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 FlashField就在这个位置 在我们的DataTools 这块有个FlashField一样一个图标 那么它的快捷键呢 就是Ctrl加上E 这样一个快捷键 好的 那么今天这个Ctrl加E的一个小案例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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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